這裡是台北市泰順街巷弄內的 一處私人停車場 現場拉起了封鎖線 因為6號傍晚 一名年約50歲左右的 彭信社區住戶 竟然被地板上這個鐵柵欄給砸中 送一不至 原來這個停車場 地面上的這個柵欄是升降式的 只要住戶按遙控器 它就會升起 露出往地下室的道路 當時死者疑似正準備往地下停車場走 這本來升起的柵欄卻突然墜落 砸中它之後 右腳開放性骨折 同時失去了生命跡象 送往台大醫院搶救之後 仍宣告不治 現在轄區警方也要繼續釐清 事發的真正原因